特别注意,做两个公式 一个是TES,一个是EAR 哪个好哪个不好,反正你们自己判断好了 当然相对EAR是简单很多 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要插入枢纽分析表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它要的栏位,你有没有 有了,第一个,有黏刺了 第二个的话,请确定第二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表之前 至少有两件事你要确定 第二个的话,你的资料摆的方式 是不是符合正规化 所谓的正规化就有点像资料库的资料表 所谓的资料表就是 反正栏位名称一定要是放在第一列 所以如果你不是放在第一列的话 请你把它放第一列 然后除了资料以外的东西不要放进来 还有什么呢,像跨栏之中也不要用 因为跨栏之中它会看不懂 诸如此类的 所以请你先把一二列先删掉 这样OK了 另外记得,上面栏位名称一定要加 没有栏位名称它也看不懂 反正就是把枢纽分析表之前 一定要把所谓的资料做一个叫做正规化的动作 正规化是什么? 你们其实可以用Google查一下 它会跟你讲说它具备有哪些特性 反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上面一定要是栏位名称 下面就要摆需要的资料 好,接下来的话 请你再按下插入枢纽分析表 这样就OK了 那游标先放在这个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储存格都可以 不用选,因为它会自己帮你选 那你按插入枢纽分析表先确定一下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统计的范围是不是这个范围 A1到J101 好像看起来没错,没错你按确定 但是如果有错请你按取消 重新再来过 应该理论上是不是你的资料有问题 它没办法抓到 好,那接下来的话怎么要统计? 很简单 A1,请你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会多一个工作表2 就是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请你把年次拖拉到列 表示说这个是你要统计的栏位资料 好,那你会发现 它就按照那个大小 帮你把一样的 其实有点分群的意思 把一样的group在一起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统计它的数量的话 那你再插入这个 再把0次拖拉到值 那如果栏位里面是数字的话 它会帮你加重 不过我们不是要加重 我们要算有几个人 所以呢,请你把这个值 右边有个箭头点一下 然后找到值的栏位设定 把它改成叫做技数 加总是上啦 加在一起 那技数的话是count 就是说帮我们算有几个人的意思 OK,所以你改成技数之后 按确定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喔 它就会告诉你说 58的有一个人 59的一个人 哪一个最多呢? 这个资料里面 71年次的人最多 总共占了14个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老板只是想要知道 哪一个年 单一年次的人哪一个最多的话 那其实就已经有答案了 不过老板是希望说能够把按照几年级生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要合并这个资料的话 最后你们再到A2的储存格 就是把A2以下这个上方 A2上方按右键好了 然后找到里面有个叫组成群组的功能 OK 组成群组这个功能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里面 因为我要分这个几年次的话 最小是50的样子 因为好像里面资料是5年级生6年跟7年级 好像没有89 所以我们的范围是50到79 50到59 60到69 70到79 这也有三个区间 那间距值多少 间距值十年 50到59 60到69 依此类推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看到的结果 假如说他会帮你把这些 一样年次的群组 并且把他的技术累加的话 那表示应该OK的 看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最多应该是七年级生有57个 其次的话那就是六年级生 最少的就五年级生 还一直可以推 那马上可以看到结果了 只是如果你假设让人家看这个数字 其实倒没有像看图这么直觉 所以如果你假设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数量的结果 直觉直观的 那用哪个图最简单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图画出来 所以这个图画出来了 OK 所以刚刚的重点 先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把这一个拖拉到这一个 这个拖拉到这里 然后记得这边把它改成技术 有找到吗 我们真的 没关系 反正我有录影下来 回去自己 那如果你觉得太快 你就把它暂停 重点一下 OK 大概这样 其实会就会不会就不 就是找到功能熟悉它就OK了 好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最后就把它画图了 这个做出来之后的话 记得刚刚有做一个群组 这个要把它取消一下 按右键 记得在哪边按右键 按A4吧 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按好像会死 A4以下都可以 按右键 然后把它群组 把这边输入50到79 79 然后间距是10 这样OK 按确定 如果你有看到群组 不过你可能说老师 那我资料是没有群组 可能你是文字资料 如果文字资料就不能群组 因为文字资料的话 它看不懂 它不把它当数字看 就没办法 OK 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枢纽分析表的统计分析了 最后的话请你 再把它绘制成图 绘制成图 绘图的话 其实就是 再到那个 枢纽分析表里面有个 枢纽分析图 就这个东西 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找一个最简单的直观的 就是直条图 预测的直条图 请你把这个直条图按下 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喔 它就会告诉你说 哪个年次的人最多了 有没有 其实你看左边跟看右边 那看右边好像比较直觉吧 你不会说我喜欢看数字 应该没有人喜欢 直觉一点好嘛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啦 当然你说 老师这个图 我希望让它变变更漂亮 有没有办法 有啦 你上面可以再把它标题改一下 它预示好像叫和气 和气不懂意思 但是你就是可以再打一个 比如说那个什么 年次 年次统计表 或者是什么 年次 统计表 或者叫各年次 好像统计表 OK 那上面甚至还可以怎么 把它颜色改一下 变成红色啦 自放大一下 大概20 然后粗体 然后和气这个 这个要涂粒 涂粒也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这个好像看起来有点多余 因为这个要干嘛 没有 涂粒子掉 好啦 那大概就OK 甚至你可以涂颜色啦 然后底下这个字也都可以改变 不过基本上 这样已经算还蛮清楚的 至少你以往一堆数据 你不知道怎么快速的把它做通 其实 枢纽分析表应该是最简变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把重点回归一 请你 先把上面两列删掉 然后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它会有个范围 你按确定 然后再把年次拖拉到列 年次拖拉到尺 并且这边点一下 把它改成技术 然后再做群组动作 群组完之后 再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就完成 试一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